我們要問一下姚明哥 那當然侯友宜他也很積極的希望可以爭取 跟郭台銘之間更多的互鬥 更多的對話 當然還有不斷大家在提的韓國瑜 他什麼時候才可以打破兩個人之間 有更多的明顯之間往前走的這個力道 所以侯友宜他在上廣播節目專訪的時候 他也特別喊話說 韓跟郭相信他們兩位都會跟他一樣 會以大我的精神向前走 非常有誠意跟韓國瑜情義 那針對這一塊 其實整合的目前的進度 跟俊陽明跟你自己的聽到的風聲等等 有任何起步嗎 大我 一起以大我來出發 其實目前看不出來 侯友宜跟韓國瑜跟郭台銘 有更進一步的這個 應該說破了冰 那有沒有榮冰 對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那當然講到冰就要問冰哥 要問韓冰 對 問另外那個韓冰 好那 不過昨天 侯友宜這一句話裡面 其實我看到 當他說 為了大我 他自己是可以這個犧牲的 他其實好像有講出類似這樣的話 那個 那個 我聽的是有一點這個發動 你知道嗎 哇 這該不會是 為這個 有弦外之音 但是不管 因為我覺得現階段 當然在7月23號以前 我不認為國民黨會有 換人成功的機率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小動作也好 或者是放話 那 侯友宜就得要去一個一個 去自己來解決 比如說那一天的跟郭台銘的會面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那天在台東 台東的 縣任縣長 勞慶琳 議長 之外 還有好幾位前縣長 有這個吳俊麗 有邝麗爭 有陳建年 你有沒有發現少了一個前縣長 叫黃建廷 啊 對不對 對 而黃建廷跟誰有兩子 跟郭董有兩子 所以刻意讓他 拍謝你不要來 嘿 你來反而郭董可能就不來了 所以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有一些這樣的安排 因為他們畢竟是希望能夠把 促成郭跟侯的這個互動 我相信想要促成這一次見這一面的 的人喔 是希望不要 把這個事情搞砸了 那所以讓他們至少先見到面 那後續能不能有合作的談 能夠談什麼 那當然是另外在談 因為其實那一天 這個雖然說黃建廷 他其實是國民黨秘書長 那天是中常會 所以他人其實是 下午在台北沒有錯啦 但是 如果啦 如果今天他有心 或者說他真的要參加的話 那個 中常會大概有時候三點結束 趕快去趕 飛機搞不好還來得及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 有一些人在居中牽線 我相信國民黨裡面 基層的焦慮 很多的從政人員也都有感受到 所以我相信侯友宜最近 他把韓國瑜先生也好 把郭台銘先生也好 列為他所謂重中之重的溝通的 對象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畢竟對於 像我們講金小刀進來這個團隊 去做策略性的 就是說選戰對策的調整 那其中最重要的 應該說我們認為 最容易達標 讓他民調能夠快速回升的 其實是內部的團結嘛 就是當國民黨的人 都願意支持你的時候 至少你的民調 至少回升個3到5% 這個所有人都會認為會是這樣 可是 目前到7月 到7月10號以前做的所有民調 都沒有這個現象 都還沒有 那就表示這一塊還是得要加強 所以侯友宜昨天也特別去提到這一塊 他還要繼續的努力啦 希望大家在這個所謂的 他其實他意思就是說 在中華民國派 他比如說他在跟 郭台銘先生見面 他公開支持他講中華民國派 那為了中華民國 大家應該要有一個默契 應該要為了中華民國而去 站在你各自的戰鬥位置上面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有沒有辦法感動人 或者說每一個都覺得 自己才是中華民國救星的時候 那中華民國就沒救了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嘛 所以 他那個大我絕對不是他嘛 他那個大我就是一個 我們這個國家 或說 民進黨 如果把民進黨 這個政黨 拉下來是一個所謂的大我的目標 那大家要怎麼去達成這個目標 現階段其實我相信有很多 藍軍的支持者已經開始互相攻擊 你挺郭 怎麼可以挺郭 你挺猴 你怎麼可以挺猴 已經開始打成一片了 可是我覺得 現在這段 這正是民進黨想要的 想要看到的一個 樣態 就是現在這個模式就是民進黨 每天 我每天我都覺得 賴清德做夢也會笑 就是這半年他從他也沒有做什麼好事 他也沒有這個這個 呃特別的出色的表現 呃就是政府幫他撒幣 而用國家資源買票 然後呢這個他 這個黨裡面的所有出的包 他通通都把他切割切割切割 他也就是獨散其身而已 可是呢 他的支持度卻不會掉 我相信這個是很多人現在的焦慮就來自於 到底為什麼明明大家都知道該怎麼做 可是偏偏大家都不這麼做 這個在野陣營都知道 你三個人都去選 柯文哲 侯友宜 郭台銘都去選 三個就三個和尚沒水喝嘛 就一定一定一起死 一定一起落選 然後呢保送賴清德 可是 偏偏每一個人身邊的人都說你會贏 那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邊 我覺得這個就是現階段 所有支持者焦慮的來源啦 當然 我覺得所有人有權利都有了權利參選 你有 你有這個能力 你有辦法得到政黨的提名 你有辦法去公民聯署 都可以都可以獲得提名 但是在參選之前 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 就是 你的參選 對 所謂的 我剛剛 以侯友宜來講那個叫大我 以郭台銘來講 對那個叫中華民國也好 或兩岸和平也好 以柯文哲來講 說這個叫國家的前途也好 到底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這是各陣營 在野的所有陣營 現在都要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但還有一段時間 我認為 這個事情在9月中旬以前 都有轉圜的餘地 所以這段時間讓 侯友宜也好 或者是郭台銘也好 各自發揮也不見得是壞事 但是 最後總是需要有一個平台 讓他們能夠整合 是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貴敏委員也來了 嗨 貴軒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但是我想要先問一下 寒冰哥同樣是這個專訪裡面 侯友宜他有特別提到 是他的父親 是榮民的這個身份 所以也被視為說其實是補足 之前他在黃富星裡面 也許他的拿到的這種好感度 或是當天的氣氛 對他來說 所以說衛冰那麼有力 也補足了這個不足 您認為呢 你知道嗎 我是因為這個專訪才知道他父親是榮民 對 所以 那你為什麼那天在黃富星島不講 我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講 因為那天是趙少康有幫他說 對 我覺得好奇怪 真的 這不是你拉近跟黃富星距離的最佳的一個聯繫嗎 那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要等到另外一個場合才說這個 這個邏輯我覺得很奇怪 真的拜託何友宜的幕僚 趕快把他這輩子做過大大小小的事情 趕快做一個統計 然後想辦法跟所有的東西產生連結 選舉不就這樣嗎 你看 以前馬英九跟蔡英文 反正兩個都在那邊硬憋了 客家話也講 原住民話也講 什麼鬼都講 目的就是為了產生連結嘛 對不對 蔡英文為了連結還說我們都是 男導人 這些東西都可以扯出來 所以 拜託你有這麼好 你父親是農民 這麼好利用的東西 可以拉近你跟軍公教的距離 跟黃富星黨部的距離 為什麼不早說 正常來講 你每次只要到軍公教的場合 或是到 這一種黃富星的場合 你就要更一次提一次 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是要這樣 拜託何友宜真的要加強一點 那當然他這個時候提出來 大概我不知道他就突然想到 他講出來 就是也是為了要加強跟軍公教的連結 現在對 何友宜來講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最大的危機不是郭台銘或 韓國瑜有沒有重新站隊 而是你連 最基本的國民黨的基本盤都鞏固不了 我覺得已經不需要再去跟韓國瑜或是 郭台銘講 狠話啊什麼東西 那個沒有意義了 沒有韓國瑜的事情 反正你也道過歉了 那看起來短時間之內你們兩個也不會 上演什麼擁抱啊什麼東西啊 或者在一起拔酒研歡啊這些都不會 那就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就不要提了 就當作你已經道過歉了結束了 然後你們心結已經解開了 你至少要讓人家有這種感覺嘛 懂嗎 就不要再提這件事也不用再喊話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